后面有个可以选的那个checkbox 对啊 它要选嘛 对吧 在那个后边 放在后边 因为到时候零食道路它是一条嘛 你哪那么宽啊 但你的图很宽哦 你要确定是这样的布局 图很宽它会把那个升高啊 你的罩没那么高啊 你的罩不可能很小的呀 哦 所以一般其实我们正对它选择 可能会放到这个地方 当然你当你也可以考虑一下 这样吧 我们把它摆上来 但是由我们美工去设计 美工去设计 这是数量啊 好 还有一个备注啊 没有备注 选菜的时候你不是有一个什么口味吗 点进去之后才有备注 它这个条目上选就没有 哦 这没有备注了 OK 就这样子 好 那进去了之后呢 进去之后有一个大图 然后菜名 然后价格 然后菜的介绍 然后客户的评价 一个大图 一个大图 这样子 菜品的介绍对吧 然后呢 然后那个价格吗 还是跟上了差不多的价格 加一个那个客户评价 那可能还有一个菜品的名字了 还有一个客户的评价列表 好 这样子 好 然后还有一个备注对吧 对 然后还有一个备注对吧 对 OK 可以了吧 然后可以选择 还有还要选什么 好 下面的那个 好 胖点 那就应该 数量应该在这个上面 OK 好 那我们就这样子画好了 好 我今天就先了解到这里 我再去整理一下 我看一下 这个文件我们给它起个名字 嗯 嗯 点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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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这个是order list manual list 好 我们就保存好了 好 那么整个需求分析 我就先问到这里 我就先问到这里 那我再回去整理一下 好 回到家之后 我先开始整理 我的界面应该要 跟我的这个用力对应上 我界面要跟我的用力对应上 我们这个常规点 它这个界面叫Y001-1-1 对吧 Y001-1-1 这样子 以后我哪个界面是哪一块的 我都很清楚 Resource我也整理好了 原型我也有了 我四个步骤 基本上OK了 下面我把这个 考进去 考到我们recomment里面 在这里头 我建一个redme 每层目录下面 我都会建一个redme 对文件结构 做一个解释 需求 原来没有文档 OK 感谢 那我们这四个步骤 就先迭代到这里 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 我们这整个过程 最终我们生成了两个文档 一个是什么 是一个界面 我们的需求的约妙 一个是我们一大堆的界面原型 但我只举了一个例子 我们肯定会不断地去迭代和细化 对不对 所以告诉大家 这个系统我的需求 我一天就做下来了 按照我刚刚问的这种速度 好 那么 我们想象一下 我们结合这个 我们再来想象一下 刚才我们这四个步骤 是怎么来做的 我们回顾一下 第一天去 我们先了解了它 对吧 这个是第一天的内容 我们先了解了它 它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前提和评估 第二天去 我就把这些东西都列出来 功能 子功能 下面的这些内容 给它列出来了 对吧 这是第二天的内容 第三天的内容 这些都是第二天的内容 当然我这些都只编了一个号 提供的大家自己去编号 第三天的内容 我就结合这下面具体的 画了两个用力图 对不对 而且画了之后 我发现它其实有一个流程 还比较复杂 就辅助算菜 那个地方 它有个比较复杂的 这样一个流程 我就在这画了一个流程 但是这个流程 为了资源整理的方便 我给它放到了 我们的这个flow 这个专门的这个流程 这个地方建了一个图 所以我们看 同时在这每一天晚上 我对里面用到的资源 也进行了整理 然后第四天 我去画了这个界面原型 这是我们第四天的 这样一个工作 回去这就交给我们美工 去进行设计的 包括布局 对不对 所以 结合这四天 我们就做了 这样的一些操作 那么下面 我们要做的什么 是不是就是要进行成文呢 那么我们怎么样来进行 我们之前的需求成文呢 很简单 待会休息 建个画的文档 这个画的文档 你也可以用什么 到网上去下一个需求模板 对不对 那个可能大纲更详细些 需求成文 好 要请名字 某某餐厅 点菜系统 需求 文档 标题 中间 下面我给他进行 这样的一些title 那么这个title的话 第一 我们是说什么 前沿和评估 评估 第二项是什么 是我们的 模块 紫模块 第三 就是我们的具体业务 第四 就是我们界面 圆形 按照我们这四个步骤 当然我们的第三个具体业务 也可以直接就放在 和我们第二个合到一起 是不是就是功能描述啊 或者这些详细描述 对不对 这也是可以的 好 前沿评估 我们把这块内容 考过来进行润色 那么 三眼 就是 对不对 这 对不对 是的 对不对 对不对 放错地方 这个文字大家自己去贴 我就不去贴了 包括这里头文字 是我们之前简要记录的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它好好整理一下 那么模块紫模块 我们就这样子 先把图放上来 这是第一张图 系统的 这个不用 再放 最小功能性 需求模块 还有一个 非功能性 需求 要是能够直接点点进去就好了 跟肉质一样 那就确实比较方便 和功能性需求 然后下面 在功能性需求里头 我们又有具体的 Y001-1移动点菜 子 模块 描述 下面我们在这儿进行解释 上面也是一样的解释 我就略掉了 那么下面针对这个 我加上Y001-1-1-1 常规点菜 这个做的比较好的 建议大家对他们进行编号 就是让他们在这个Ware文档上头也要进行编号 比方说 这样 这样 那这个就是2-2 这样子一个方式 这样子 明白吧 通过这种方式 那么或者就是什么呢 我把它挪到下面来 做成这样一个列表 好 常规点菜 下面 介绍 什么列 辅助点菜 应该就是Y001-1-2了 辅助点菜 介绍 介绍 省略 下面就是 关于 辅助点菜 计算 流程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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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才的那张 Activity 介绍 介绍 这是我们的Y001-1-1-1的界面 圆形 圆形 不支持 直接考 我们把转化成图 这样子 下面 自己再去加 好 你看我们整个过程 这就是我们这份文档 你看整个过程 我们其实 还没写字呢 我现在已经是五页多了 对不对 是不是很快呀 我整个在做这个文档的时候 这个整个大纲的形成 我用了多久 你要愿意 你这些写完了 你是不是应该在我前头再去插一个目录 对吧 不是在这个地方 好像是 好久没做这种文档 省略 就插这个目录 引用 好像在引用里头 目录 多信息 你看我们的这些六页 那时候是不是 欠了一份西游报告 就出来了吗 我还没写字 我要写了字 这不得有十页了 对不对 而且我也没画全 大家想象一下 我只画了其中一个小功能模块 那我如果把刚才我们这条系统画全 我估计这份文档至少五十页 对不对 而且会图文并茂 写的非常快 你愿意美化 你还可以去美化 你看这个图 在这里不好看了 你就可以给它分成两块 考出来 对不对 两个字系统去介绍 这里我们把它更新一下 刚才是在哪里 功能性需求 刚才那样考就不好看了 你就这样子考 因为字太小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我再少考虑了一个 你看这样子 所以 你看我们这个文档 要做起来是非常快的 而且这些图是不是很漂亮 你拿给你们老板去看 他也会 虽然他不一定看得懂 但是他会看下面的解释 上面是图形 下面就是对图形的看通说话 对不对 那么这样子你将来交给设计 他也会很清楚 每一块字典 你都也列得很清楚 连复杂的流程 你也帮他 就计算流程 你也帮他给分析了 对不对 界面 美工也就知道该咋去设计了 对不对 所以将来这块是给美工的 这一块是给我们的架构的 这块是给我们的架构的 明白了吧 好 这个就是我们需求成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重点要求大家就掌握这样的一套模式 找这样一套模式 稍微休息 OK 那么这个项目 我们就先给大家展示到这里 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例子 简单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收录系统主要给大家看过 短信也给大家看过 对不对 我们的